环保封面故事 今天我们来关心的是六号杯盖 可能你今天不小心也用到了 它是有致癌的风险 虽然我们的政府没有规定不能用 但是在很多民众的反弹之下 现在连超乡龙头也从善如流 换成耐热度比较高的五号杯盖 不过还是有大店在用 包括了麦当劳 肯德基 还有星巴克 仍然是持续使用六号杯盖 对此消机会和环保团体呼吁企业 应该要有良心尽速撤款 高温充泡热咖啡 但民众最怕的就是用了可能致癌的六号杯盖 就连超商龙头在民意反应下 都换成耐热度较高的五号杯盖 但民众发现两大素食店 麦当劳 肯德基 还有美国连锁咖啡龙头 星巴克坚持不换杯盖 估计一年约卖出四千五百万杯咖啡 用的都是六号杯盖 要换安全了 对人民就好 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 我可能会抵制去消费 消费者之一 很多店家都愿意换五号杯盖 为何知名的三家业者还不换 其实两种材质到底有何差别 属于居本乙烯的六号 都用作保力龙 耐热度90 不比五号的135度 只是成本可能贵2% 因为要透过这小孔的时候 你把杯子一倾斜的时候 这热的咖啡就会跟杯盖产生接触 那这一个接触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带出更多的里面的有害的东西 不过新马克和肯德基都表示 目前六号杯盖是政府何可 全球分店也统一使用 占不考虑更换 至于麦当劳则回应 总公司已经在研究合适的杯盖 不排除淘汰六号杯盖 小金会和环保团体也呼吁业者 不需要等政府金融才更换 为了消费者健康 应该主动使用安全杯盖 今天是路易台北财亡报道